欢迎加入今天的聚焦新亚洲 您好 我是简直豪 美国东岸遭受到魔鬼级暴风雪侵袭 总统拜登准备要返回白宫时 也受困在空军一号足足半个小时 当他人走下飞机时都快被风给吹走了 新年第一天上班可以说是狼狈开工 一下两下第三下 任凭机场人员再怎么奋力推 天桥卡在雪地动弹不得 一旁大官们急坏了 等啊等 等到西装都冻到结出一层霜 好不容易 冷得发疯也不敢怠慢 因为上头有更大长官等着 美国总统拜登在狂奋暴雪中走出空军一号 他在飞机上足足等了半个钟头 步出舱门后似乎很痛苦 用手捂着右耳 风雪中身形左摇右晃 一头白发的拜登简直要消失在画面中 连返回白宫的直升机 都因为安全考量无法搭乘改搭车队离去 美国东岸遭够魔鬼冰封暴袭击 阿拉斯加更狂飙不寻常强风 车阵仿佛在飘动的白沙上 行驶看似梦幻实际上市 超恐怖的呼啸声 把几顿重的货车吹到侧翻横躺 小木雾不敌强风路边翻滚 野弹术拦腰折断 无风也无雨的夏威夷 民众却不安心 因为抬头看 天边出现气势磅礴的夹层云海 这是冷暖空气将会形成的滚周云 预告着暴风雨即将到来 壮观却也危险 轩蓝器官同场PK的还有在纽约 火红色夕阳鱼灰从地空云层透出 夏天较常见的火烧云 罕见出现在冬季 为天空点缀神秘色彩 记者综合报道 Omicron的特性 不但是它的传播速度特别快 根据最新的病例还发现 患者虽然是轻症 不过从他们的核酸检测 却发现很难从阳转阴 就有患者他染疫21天之后 核酸检测的阳性 甚至比Delta重症病例还要难完全清除病毒 Omicron症状轻确却很难缠 大陆广州去年12月 发现首例Omicron的感染者 67次的患者病情很轻 主要就是低烧和咳嗽 肺部有些炎症 经过了中西医结合治疗 没想到大半个月过去 病毒载量也降下来 但是核酸还是阳性 目前还看不出他的死亡率会更高 但是不能光看 大量传染 连累了很多人 医生表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发现Omicron感染者的症状新 但是核酸检测特别的难转为阴性 甚至比Delta的重症病例 还难完全的清除病毒 像是哥伦比亚 曾经分析他们境内的国际机场 发现染疫的工作人员当中 有18.3%一直追踪到第21天 核酸仍然呈现阳性 显示病毒很难完全的清除 这意味着患者要长期的隔离 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Omicron的病例数不断的攀升 医院只能增加隔离病房 为医疗系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目前只能找到治疗的方法 清除病毒 让核酸尽快的转阴 记者综合报道 以色列才宣布要全国施打第四季 但隔壁的土耳其立刻随即超车 宣布他们国家要打第五季 而且间隔期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施打 专家形容 只有打两剂疫苗的抗体量 就像是瘫在阳光底下的血 会不断地融化消失 完全被病毒给打趴 面对超强的Omicron 只可以加速冲疫苗的剂量 全球开打家 强剂仿佛成了竞赛 三剂四剂已不够 土耳其抢先全球要开打第五剂 打过两剂科兴加两剂BNT的人 只要在第四剂接种满三个月后 就能预约第五剂 可以选择施打科兴 BNT或土耳其国产疫苗 数据显示 不管打几剂抗体 无可避免会随时间下滑 直打两剂多危险 专家传神形容 Omicron席卷欧洲 法国连4天单日确诊破20万大关 破万人染疫急爆病房 为了控除更多的病床 大巴黎地区医院即日起 取消非紧急手术和治疗 法国眼里开打第四剂疫苗 却要摆平全国500万名 该打疫苗却不打的顽强分子 英国则预测Omicron持续扩散下 全英国将有四分之一的公务员 无法上班 火车公车已经出现班次大检 连学校都闹空城紧急召回退休老师来支援 但首相强森判断还不需要封城 强森的防疫B计划 也就是特地室内场所戴口罩 尽可能在家办公 以及要求企业检视员工疫苗接种情形 被质疑人太过佛系的B计划 将持续到1月中旬 再是疫情变化调整内容 记者综合报道 各大药厂现在都在一起研发特效药 有一名来自于英国的护理师 他染疫之后昏迷28天 最后居然是靠着威尔刚 从鬼门关前走一遭 他的病情奇迹四次好转 声音颤抖虚弱到说不出话 已经打过两剂疫苗的 英国护理师确诊新冠 失去嗅觉味觉还咳出血来 染疫后昏迷28天 住进家户病房 只差72小时就要关闭呼吸器 本来就有气喘的他 根本奄奄一息 为了救命 医师大胆进行实验治疗法 给确诊的护理师 高剂量的蓝色小药丸 威尔刚 没想到奇迹出现 嗨 大家 只是快点声 说嗨 原本都已通知家属见最后一面 现在却能坐起来说话 靠着威尔刚捡回一命 这款药物通常用于治疗 勃起性功能障碍 透过放松血管壁 让更多血液运送到身体各处 这个做法使得 女护理师的新冠病情 在短短一星期好转 甚至能回家过平安夜 现在有俄罗斯研究团队 还发现儿童感染新冠后 除了可能出现呼吸道症状之外 也会出现类似动伤的 新冠指头并发症 专家虽然不确定为何如此 但普遍认为是细胞激素风暴 也就是免疫过度反应的结果 自提免疫系统 攻击健康组织 造成手指或脚指 皮肤发红发紫 看起来很像是洞窗 严重的话 可能指头坏死 面临截肢 记者中文报道 也有两瓶XO白蓝地 这里面 这里面包着两瓶XO 对 两瓶的那个30年的波特酒 可是它已经浓缩到某个程度了 才能变得这么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质感 快快快 看一下这个酱的这种稠度 它就是要甜一点的 它的葡萄干的风味 对 来 甜白酒喝了一口 把嘴巴的味道洗过去之后呢 再吃一口芽芽 吃起来真的是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就像初恋 你有吃什么感觉 我经常在初恋 你每天都初恋 你每天都初恋 那我们接下来那一道也很精彩 是哪一道 除了名一下 恶母空运来也深了 新鲜的海鲜是高度产品 基本的配备 是 这个是真的 然后纯天然的海鲜 更是难得 这一箱好扎啊 怎么会那么大啊 这有特别挑选拨 特别挑选拨 一定要到那个重量 对不对 师傅 我们 只要金到三 对 我们讲金 海鲜的金 对 你看看 一个小片片 我跟你讲这种职人精神 您堅持五年 OK 堅持四十年 啊 好 这一年就知道 这个酱一定要尝一下 师傅微调过的这个 蜂蜜筋包酱 对 微彈牙 完全不是外面主的过手的那种 很费力的咬劲 彈牙 细致 因为够厚 所以你咬下去的深度是够的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肉质的 细腻为甜美 鱼虾的话 它纤维是主要细的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轻弹 那龙虾它纤维是稍微有一点粗 所以吃起来 它的它的虾的味道比较重 蜂蜜筋包酱好好吃哦 好吃哦 对 蜂蜜筋包酱真的不一样 一般的蜂蜜筋包酱是比较轻较一点 它可能加个松露或什么 它味道是沉下去的 都有一些东西 对 都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不简单 颜色也不太一样 我看到了 这么大个鲍鱼 哪里的鲍鱼 就是蓝菲的鲍鱼 蓝菲的鲍鱼 那现在我们艺术做出第二道海鲜 那这一道也是我们家的特别菜 为什么 先看一下做法 它是用昆布炎焖的方式去做成仙 昆布是昨天用葡萄籽把它泡布 酒粥的昆布 喝过洋卧水的昆布 很香 我闻到了 我真的闻到了 可以 昆布的香甜 昆布以为它们翻过是香甜味 是甜的味道 而且你看那个鲍鱼它的水分 完全没有 是有点焦糖味 为什么昆布焖酒是有点焦糖味 因为是盐跟昆布的味道 好香喔 我没想过像这种味道 太漂亮了 好Q好厚喔 完美真的 它已经不是一般鲍鱼的味道 它是那种香甜的味道 重要的是你进口的那一瞬间 那个鲍鱼是滑的 嫩的 滑在你舌头上咕哩咕哩 然后松露酱搭配了橄楼的香气 再加上这个香槟酱 香槟咕哩酱 它完全带出的不是一般鲍鱼美食的味道 我们常常讲就是 我刚才讲的时候的一尺入魂 一尺入魂真的真的 这个酱汁可以让这个海鲜的风味更加的提升 这个酱是绝配 绝配 这一道 经典了 而且不是人人吃得到的 它是远洋过来的 飞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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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位只有 不到一公斤 大概六七百公斤 这个叫上海肉 老鱼的部位 非常好的 我们说的老鱼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得来福利 因为它一年就只有两百只 台湾大概分类 两三个月才有一只 两三个月一只的 对啊 一只牛一千多公斤 这个 不肉不到一公斤 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千分之一 对 和牛稍微焦一点比较好 因为 吃起来才不会腻 外面看起来熟了 原来里面才五千万 你看看它里面很漂亮 我看一下里面的那个 颜色 里面是红色的 它们原来是 拿一点点的盐巴 散在最多的场合 牛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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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珍贵在于说 它一咬下去 你会觉得它的口感像什么 汤包 满满的 汁 牛稠 牛稠 你喝完红酒后 它这个肉更香了 嗯 比刚才你吃了 滴口的牛肉 它的香味更有 因为它红酒会 它的单品 会让你的嘴巴 更加的干净 它会清淡的风向 各位 我真的没办法吃牛肉 明明不要来吃 路口 最近民生物资 什么都在长在宜兰夜市 有一家特色小吃 厉害的是 三十五年来 从来没有涨过价 用五块钱 可以买到他们家 一只龙凤腿 更厉害的是 手掌大小的炸鸡排 十块钱就买得到 让民众不禁感叹 在这个物价 什么都涨的时代 这样的实在 实在是很佛心 龙凤腿和鸡排炸的金黄酥脆 民众闻香而来 在摊贩前大排长龙 因为这样一块手掌大的鸡排 竟然只要一个十元同伴 就可以吃到 很烂 太便宜了 这鸡排才一块十块 非常的佛心 还蛮大的这样 佛心的十块钱鸡排 让民众忍不住直呼 老板是在做善事吗 这家摊贩 位于宜兰夜市天桥下 鸡排三十五年没有涨价 一直都卖十块钱 比起正常价格的鸡排便宜 整整五十块 更夸张的是 店内龙凤腿一只 也只需要五块钱 配上热腾腾的独门酱汁 一口咬下相当过瘾 而在宜兰和平公园旁 还有另一家特色小吃摊 只要用七块钱 就可以吃到现烤的美味串烧 香肠在烤盘上 直直作响 老板忙着把蜜场翻面 接着再切块包入豆皮中 这是宜兰特有小吃 一串心是许多在地民众的 共同记忆 豆皮里串着各种小吃 除了香肠 还有红烧肉和猪头皮 香喷喷的滋味 让民众迫不及待 大口在路边吃了起来 怀念的口味真不错 很好吃 非常有味道 尤其是里面的香菜 有化融点睛的效果 宜兰在地特色小吃 坚持不涨价 用铜板架抗涨 又把宜兰人记忆中的好味道 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林医生 谢舒雅宜兰报导 有民众日行到台中的 一家自助餐店 然后去夹了炸排骨 豆枣 茄子 花椰菜 跟蒸蛋 还有一碗白饭 结账的时候 被要价150块钱 他惊呆了 菜色PO上网 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 有网友说 台北也没那么贵啊 这样的菜色在高雄 顶多85块钱 记者实际到了台中 跟彰化一带的自助餐店 去夹同样的菜色 价格大约是落在80到105块左右 不少民众 午餐或晚餐 吃自助餐 填饱肚子 不过却有网友埋怨 现在就台中市区 吃了自助餐 花150块钱 引发热烈讨论 就是这一盘 有炸排骨 豆枣 茄子 花椰菜 和蒸蛋 以及一碗白饭 要价150块钱 其他网友回 台北也没这么贵 豆枣很便宜吧 还有人说 90元差不多 你被坑爆 另一人则回 高雄这样 顶多85元 百个我没吃 没吃 对 因为吃饱都贵了 我去吃小火锅就好了 是真的偏贵 会吃吗 在台中吗 对 应该不贵 民众看了普遍认为太贵 实际走一趟台中市区的自助餐店 加了相同菜色和一碗白饭 价格105元相对较便宜 再看看彰化的店家 台股 对 好花菜 同样夹茄子炸排骨和价格相当的几道菜 彰化自助餐店更凭价值要80块钱 肉跟鱼比较贵而已 像鱼的话有可能到一尾要多少 鱼一尾要40块 毕竟各家自助餐菜色 由业者自行喊价加上价格容易波动 这一份150元的餐店太贵或是合理 因人而异 记者传胜为徐玉文王百英 台中彰化菜访报导 快过年了 过年的印井水果之一蜜枣 它的产地在高雄屏东去年 因为8月连续的大雨打乱了产期 赶不上春节送礼的热潮 所以这一回呢 屏东的蜜枣先是少量的采收 也因为数量比较少 所以价格自然会比较贵一点 目前落在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50块钱 到250块钱左右 比往年再多了10到20块 包装厂工作人员把刚才下的蜜枣放上 输送袋 一颗颗绿色蜜枣得来不易 因为去年大雨打乱了蜜枣生长期 连续下雨下了一个多月 那根系也受损 那花期也都打乱了 目前这样整体产区看起来 减少的产量应该有2到3成 产量减少让蜜枣树修复变长 去年8月连续好雨 产量减少2到3成 产期也往后延 预估一月中开始大出 价格也跟着上扬 市场每公斤落在150到250元 比去年涨了一成 大火量明显比去年减少 价格的方面相对反应 就会比较高一点 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 由消费者来买单 他认为说这样的价格 他愿意接受 平农比高雄先进采收期 包装厂也加紧脚步挑出蜜枣一级品 包装清洗全部马虎 毕竟要先推上市场当抢手货 才能让蜜枣卖出好价格 记者张冲华林之会 平农报道 大家欢聚的时候想到第一个欢乐餐 就是吃炸鸡或者是烤鸡 但不想越吃越胖 有人觉得吃鸡翅比较好 因为肉比较少 但小心这里的热量可能会吓到你 鸡翅虽然小小的一只 但是每100克的热量 却是有209大卡 比起鸡腿 鸡胸都要高出许多 营养师要告诉你是因为 鸡翅的皮比较多 所以脂肪含量相对也比较高 肉质饱满鸡腿 不管是油炸 卤的烤的大扣腰下都很满足 但民众怕胖想避开肥胖地雷 要选哪个部位 减肥的话大家选什么 选鸡胸肉吧 鸡翅 应该是 比较没有肥肉的地方 跟鸡胸肉比起来 鸡翅看似皮包骨肉熟熟 但想减重的人恐怕要小心 鸡翅才是最大的NG部位 鸡翅 因为油脂本身的比例就是高的 而且我们在吃的时候 会把鸡皮连带的都吃掉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 热量是最高的一个地雷这样子 仔细看烤鸡各个身体部位 同样以100公克计算 鸡胸肉121大卡 鸡腿172.7大卡 反观三节鸡翅 竟然有209大卡 几乎是鸡胸肉的两倍熔登最肥部位 看起来小小一只 觉得它热量很低 这样子 所以会越吃越多这样子 鸡的脂肪大多隐藏在皮下 鸡翅这种大量覆盖鸡皮的部位 单位热量相对就会高出许多 民众可别再误会 小小一只鸡翅 其实热量爆表不输肉多鸡腿 想捡重的人 还是得聪明挑对部位 或去皮去肥油 才能享受美食 又不担心 热量超标 就装备自装又词采访不懂 2022年的元旦宝宝 台中有医院一口气 迎来的是五位元旦宝宝 但其中有一个男婴最特别 因为他的出生时辰高 是11点11分 如果以民国纪念来看的话 他的时辰等于是111年1月1号 11点11分 连续9个1相当好记 宝贝 1211年1月1号 台中这间医院 迎来了五个元旦新生儿 但在元旦宝宝当中 他最特别 真是很幸运耶 11点11分 王文湘的男宝宝 出生时辰刚刚好是11点11分 顺着年月日时一起念下来 就是111年1月1号 11点11分出生的 出生数字密码连续9个1 宝贝儿子的出生时辰全是1 爸妈好惊喜 虽然有看时辰 但产妇临时有状况 一度以为没办法如愿 之前有算过 然后老师又给我们几个日子 这个日子最好记 爸爸说这是唐汉太太的第一个孩子 家族里也没有人 是元旦或是特殊节日生 儿子就这么刚好生于111年的1月1号 又是11点11分 连续9个1已经很威 但如果还想要更多的1 今年还有机会 时间点就落在11月11号的11点11分 11个1再等10个月就可以 超狂的出生时辰 爸妈也希望 这9个1出生好预兆 也让孩子未来做什么 都能够得第一 接续文章 他们开玩笑的 真的值得让我们做这个食物 他们的表情一样非常严肃的 认真地爱着他的料理 我毕竟说 大家原谅阿咪那么算了吧 但是真的 其实阿咪真的感谢到 一个什么叫总统级的料理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也要尝试看看 因为这么完美的天盘上 已经不是吃饱的问题 而是说 你感觉到一个人 真的很特别的体验 就多个有同一天 来讲述这种情绪 谢谢拜拜 服装怎么抠 叫人家喝牛奶 这是给木头 我终止喝的 是不是很滑 真的很细 跟我的皮肤有得比 我还是喝牛奶的 它比较滑一点 是 那你闻看看它的味道 还有味道啊 真的有一种甜甜的奶香 它真的是喝牛奶的 它是泡牛奶浴的 它是台湾千年阿里山的神块 这个应该值一台跑车的钱了吧 马萨拉蒂 有它我就不用男人也不用跑车了 就这一条桌子就够了 我觉得感觉真的很特别耶 因为真的你就看到 好像很传统的日本师傅 一块大大的砧板 刀子就放到前面 可以看到所有师傅的动作 没错 因为我们的话是 我们的广布店长 他真的是40年的收拾经验 而且他会非常保护他的收 其实他在下班以后 他会附收 师傅你的那个奶油桂花手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对啊 真的 好嫩喔 真的好嫩喔 老师傅快讲 真的 真的好嫩喔 你摸摸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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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不可以摸 谢谢 听说你们师傅 在这个开始做料理的时候 一般人是不能随便摸的喔 对他非常保护他的双手 我们常说的 他是指人的温度以外 还有神之手 神之手 这个形容太好了 对 日本北海道的红毛蟹 日本北海道的红毛蟹 师傅你讲话好好听喔 很好感 他会不好意思 对他连红了 如果是先生的话 刀子找就过来了 对 来尝尝看 这是我们第一道的 就是北海道的毛蟹 整个道挺许很好吃 好吃 因为他的蟹肉是一片一片 他的这个层次很明显嘛 对 可以把所有的酱都吸到 一块蟹肉里面 因为原则上喔 他来的话是整个毛蟹 他会把所有的肉取出来 是 然后直接吃 那也不用再剥了 是是是 我们全部方便所谓的 都处理好了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第二道就是稍微 另外一种味道的潜在了吗 对 没错没错 第二道的话就是我们 恐怖料这边 是不是 对 哦也很漂亮耶 你试试看看这个安康鱼干 嗯 这安康鱼干很特别 对对 嗯 一般我吃的安康鱼干 就是碎碎的 它是一整个鱼干 可以切 是一整口的完整鱼干耶 对 它是像豆腐般玉米的口感 很绵密 真的 然后非常浓郁 对 然后它整个那个 香气 鱼干的香气 非常的香 搭配这个酱料更好吃 对 而且你在讲话之余 它那个味道 一直在你嘴巴环绕着 真的 那再一口海带好好吃 很迷人 而且更酸甜了 它的醋味更重一点 对 可以刚好搭配这个浓郁的 安康鱼干的味道 对 真的不错耶 下一道也是前菜吗 没有下一道就是 接入我们来的正题 就是赤山 这是鲑鱼的大部分 鱼的大部分 鱼的大部分 你看它那切的时候 整个油花的均匀度 是 你要吃下去以后 这个口感会让你觉得 你会整个会觉得很好做 今天是日本的黑鱼鱼 今天是日本的黑鱼鱼 哇漂亮耶 大部分 很浓的口感 而且是很顺滑的口感 鲑鱼大部分 整口油脂 站在牙齿 整口腔里面 鲑鱼大部分 它算是鱼中的松板 它本身它的油脂 不输牛肉 它的香气 也不输牛肉的香气 那当然是鱼有分 既然我们吃的是鲑鱼大部分 那也是有一些清香淡牙的鱼中 都有 好第二道 那是鱼木鱼 鱼木鱼 鱼木鱼的口感也不一样 清爽 然后会有点弹牙 真的不需要弹牙 而且不是那种 它是那种 奇迹一咬 都会弹起来一下 但是还是很细致的 它属于清爽型的 清爽型的 对 吃完这个在对比鱼木鱼 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口感 而且它搭配什么 是这样 对 一样是日本的那个细冲 清爽 这个叫好好吃喔师傅 为什么 跟我们这些想象的拱酥 完全不一样 它特别挑过 它有种很 很特别的果香 那是什么东西 它 没有这个是我们说 炮的那个香脂 然后再来就是 最主要是日本的细冲 它有特别的一个葱的味道 对 它有种特别的香味 它这个风味很会很诱人 它有特别诱人的香气 而且是你很少吃到过的香气 对 日本细冲 两种这种对比 我觉得是可以感受到 可以发现那种层次 是吗 那下一道是什么 下一道再来就是我们的寿司 它在捏的时候 它这样会帮你刷好 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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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大福 很温柔 很温柔 这是慈人的温柔 你慈人的温柔 然后用绳子手放你捏寿司 等一下会讲 胡了 胡了 那个是不一样是这样 我又 我都不会 人家不会赌啊 吃完全不一样 师傅的米 真好吃 曾经有客人 淡淡的酸味 来我们店里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寿司饭 比外面来的比较粘稠 或是比较热 那他讲了一句 他说 这就是宋泡 宋 对 这个就是宋泡的寿司饭 宋泡的寿司饭 你在外面吃到的寿司饭 那是外面的寿司饭 那你现在吃到的这个口感 就是宋泡的寿司饭 真的不同 不要加油 不要加香油 他已经腌制过 而且你看到上面 他少了什么 你吃 吃完以后我再可以说 上面是日本的柚子皮 他马上破梗了 什么柚子 柚子 柚子皮 这道 是很特别的体验 送到你嘴的那一刻 你是先闻到日本柚子的香气 他已经先冲到我鼻子里了 我再吃进去 所以他已经结合了闻 到嘴巴里 那一刻的日本柚子香气 跟鮪鱼结合在一起 你有想过 为什么日本柚子 跟鮪鱼结合会这么完美 是所谓的色香味 对 所以搭配柚子是真的刚刚好 对 下面一道是什么 我们下面一道是热菜 再一只会还在里寿司 这个你打开 我这边等什么 这道就是热菜了对不对 你看看什么 这个香气好特别 是松露吗 对松露香气 还用松露日本料理那么高级 对 这个汤 然后你再下次鲍鱼一起吃 汤是甘甜的熬出来的 带点黏度的高汤 对 咸咸甜甜的 女生最爱吃到QQ的 很滑嫩 对 这是叫高 美食界高级美食界的珍珠 哈哈哈 这道菜叫做黑松露鲍鱼 黑松露鱼 所以呢 这道已经像你刚刚副总你讲的 闻到了 对 吃到它的汤湿了 对 又可以吃到它另外一种QQ的口感 对 再来就是我们寿司 寿司 这小鲸鱼有个特别的地方 它有先用醋去腌制 盐巴跟醋 处理完以后用醋跟盐巴去腌制 用这个醋的那个去引它的 动作 对 也到这边考前部要去认证 也就是说他教职也要 公职也要 他的爸爸 那时候对于这位娇娇女 从国外 没有拿到一个正式的学位回来 想尽办法 利用他的党政关系 给他做了最好的铺牌 这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了吗 不要讲说一般人做得到做不到 你那个时候是结合了 国民党你这个腐朽势力 你现在这么痛恨国民党 他在转型正义 他在给人家清算 你可是当时吃了最大的利益 喝了最大的奶 你是跟这个力量起来的 你们现在这些民进党的 能够回头看吗 你们在支持什么 那时候民进党在街头打拼 是 对不对 我说你们真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瞎了个狗眼 然后怎么糊里糊涂的 蔡英文不要讲说 他的博士论文 观看他 进台湾出社会 读完书 你进入社会 你是怎么进入的 你干净吗 你经得起检验吗 你没有耍特权吗 你真的是那么正义吗 掀开来能看吗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敢掀 你们这些民进党 拿到政权就好 你继续说国民党 说得不得一块好 结果你们自己肮脏的不得了 这么样一个所谓的你们的领袖 是如此的不堪的出身 而且就是你们最痛恨的国民党 结果他结合最深 利用那些特权 一路平铺青云 后来他不是这样起家了吗 他如果没有当时透过 这个1987年 政权正在混乱的时候 很多漏洞 国民党这些很多人 已经不守原则了 以前我想说早期的 蒋家在的时候 还不敢乱来 那时候已经开始 然后就是大家勾结 帮他在政大里面瞧位置 然后你刚刚讲说 先上车后补票 光这个也不对 我们当时也没有这个规定 如果你可以先上车后补票 应该一视同仁 然后先取得准博士资格 就来申请事后再补 你不要讲后面有没有补票 你补的那些票是真的还假的 你可以先上车吗 你今天能够面对这个事情吗 为什么讲不清楚 浙江最可恶最可恶就是 现任的教育部长潘文忠 以及现在的政大校长郭明胜 你知道 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遮掩住 他的教职 不可以摊开来看吗 全台湾多少人的教职 大家都进得起检验 你凭什么把蔡英文的保密 现任的校长郭明胜 我从年轻都认识你 你还当时还弄点劳工法 还帮忙劳工运动 你现在是怎么了 一点理想都没有 你躺下来 至于潘文忠 从当年卡管案 这家伙就是个最浪 最没有品 最伤害教育品质的杀手 用了这个人当教育部长 一手遮天 所以你根本经不起检验 你现在民进党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平常现在噴噴车 你们讲起别人的时候 你们多理直气壮 用同样的标准来检验蔡英文这段 1987回顾当年 多少党外的多少当年的 民进党刚开始成立 在那边拼 在那边弄 就这家伙回来 是骑在上面 然后享尽荣华富贵 占尽各种特元便宜 当时还是镇压你们的一环 结果你们今天倒过来 任贼做你们的母 然后在那边拜 你现在病人在那边今天 所以今天大家重新勾起这1987 还包括他分身有素 加浪腰肿 平安的心 很厉害 所以出身 从他的起步 就知道这家伙是肮脏的不得了 这个家伙就是不正派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句话 一日怎么样终身怎么样 他从一日搞特权 一日贪腐 一日不正 终身就是不正 你看他那个邪样子 今天拿到权力更坏更糟 从他这个1987 出社会回到台湾 就是扣他老爸 不是扣他自己 靠他爸爸 靠特权 不是靠他卵士 在当时那个烂的结构里面 让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 最严格讲是台湾的最大的毒虫 这个就是毒虫 在那边吃喝洋喝辣的 结果你们今天 民进党把他奉为神明 一大堆什么鹰粉 简直是恶心到了极点 所以很好 大家从头回头 檢视他到底是怎么出身的 怎么进入的 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么大的特权 蔡英文 如果你今天官民正大 出来对职 出来呛 如果不敢 你们旁边那一群 还在帮他维护什么 中东部发言人 不要再出来丢人现眼 受不了你们这一群 好 蔡英文被cue到了 陈水炳前总统 要cue蔡英文要干嘛 我先来感谢一下 这个网友的斗内 谢谢大家 用实际的金额 来赞助中天新闻 新加坡射手作来了 是不是要等到台湾清零 才能够去旅游 是要等多久呢 对不起我所捐献的金额 不是很多 请主播今天一点都不会 谢谢 不论金额大小 我们的感谢都一样 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要常来 老傅 金平是一位 极富正义的议员 一定要挺到底 加油 谢谢 好 再来 军力支持中天支持董哥 同乡加油 喝水 喝水 同乡 董哥特殊 天门同乡 如何期待陈时中 这批满脑子意识形态 傲慢自大的官员 可以把台湾防疫做好 大陆防疫酒店 都有一户人员进驻 管理很严谨 反过来看看 台湾的防疫酒店政府 有管理吗 出了事才对防疫酒店 稽查大家自求多福 很多台商非常非常有感 他们有比较就知道 但他们都不敢讲 好 谢谢 再来 莉玲 林建一说 停电就回家生孩子 那他赶快回家 多生几个 亏他也是医生 霸场可能有被 这个什么头了 万华人加油 之前有看郑村琪老师 骂柯建民去死 听了真解气 秀芳加油 谢谢莉玲 好 还有这个景四 谢谢你 中间加油中间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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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 那今天的这个造句 今天大家造了很多金句 我们让辩子妹带大家来看一下 好 还记得我们今天造句吗 今天造的句子是这个 高金素媒委员说的 他说一日测翼终身测翼 来看看谁上榜了 好 恭喜 萧萧 一日为食终身为父 你是不是超成语字典 好 南希 一日说谎终身贾博士 还有桂兰 一日韩家军 终身支持韩国瑜 还有凯 他说一日选绿党终身呆井底 加龙 一日817 终身吃莱猪 还有浩斯 一日辣丸爆 造句终身不放弃 恭喜你上榜了 鲁鱼 一日挺美终身断邦 还有这个秋芬 一日8000 终身8000 好 还有Alice 他说一日挺中天 终身成为钢铁中天粉 谢谢你 还有Max 他说一日有贪污霸 终身贪二代 好 感谢大家热情造句 大家真的都很会 我每次都被炸 桃园机场 今爆Omicron染疫事件 根据国外的研究 因为有81.25%的确诊者 都是无症状 才导致传播力如此惊人 必须要靠第三剂来对抗疫苗 但是这一次的染疫机场清洁工 就是来不及打第三剂 所以医师痛骂 应该要缩短第三剂的间隔期 Omicron的疫情让全台瞬间变色 根据哥伦比亚的最新研究 Omicron简直就像是隐形杀手 之所以可怕就在于 有81.25%的确诊患者 都是无症状 哪怕敌人就站在你面前 你还浑然不觉 让人防不胜防 传播的速率非常快 比Delta快了三到五倍 没有人对这种轻症 或者是无症状 有一种警截心 造成这个流行的非常快速 尤其染疫的机场清洁工 他在7月28号打第二剂AZ 照中央规定要隔五个月的时间 才能打第三剂 换句话说 他得等到12月底 但要打已经来不及 因为他1月4号确诊 尤其他打的还是两剂AZ 保护力只剩10%不到 根据研究 若只打两剂AZ 25周后 对Omicron的保护力 剩不到10% 但第三剂若混打BNT 保护力可以提升到70% 混打莫德纳 则会暴冲到90% 有衣食炮轰 若清洁工等一线人员 提早打第三剂 恐怕就不会染疫 指挥中心却死守五个月 才能打第三剂 高跑已经害惨百姓 大概20周 它会掉到10% 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去等 这些人员第三针 不要拘泥于五个月了 应该要赶快 让他们广泛的施打 那我们打完第三针 这个保护力是大概 一个礼拜出来 面对各界建议 指挥中心依旧说 要再找专家讨论决定 但趁Omicron 濒临城下 如今爆发本土疫情 缩短三级间隔 指挥中心回答前篇一律 但病毒大军 眼看冲进社区 根本没在等你 记者长到彭徐国豪 台北报道 桃园机场本土确诊事件 揪出了四个人染疫 最早发现确诊的是 在停车厂工作的清洁副 他平时的打扫范围是洗手间 还有地面清洁 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厕所内的气溶胶 或者是病毒残留在厕所设备上 因而接触确诊 但究竟这四个人的传播链是如何呢 指挥中心也点出了两种可能性 仔细擦拭 仔细擦拭 厕所洗手台脏屋 淘机清洁员工作 潜藏极大风险 燃疫的清洁副 确诊Armcrong 负责区域就在淘机P3停车场内 平时打扫区域包含洗手间和地面清洁 但为何会染疫 接触还有空气传染 都是很难厘清感染的途径 空气产检 环境产检 通常你也抓不到 到底是个整个传染链是怎么造 确诊的清洁副打扫的洗手间 就是防疫小黄司机会如厕的地点 专家认为 两人交互感染原因 可能透过气溶胶 或是接触厕所设备残留病毒 才会感染 但究竟感染源头是谁 指挥中心也点出两大可能传播链 第一可能性 就是境外确诊旅客 传染给防疫小黄司机 小黄司机使用洗手间 又传给清洁副 清洁副再传给两位同车员工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其中一名清洁员 按17239 负责行李转盘区域的打扫 不设染疫 再传染给同车的17238 及清洁副 最后清洁副打扫厕所 又传给防疫司机 指挥中心强调 两名清洁员及防疫司机 CT值较高 怀疑可能是比较早染疫 但没办法直接判定 只能排除一些状况 还需要更多调查 才能确诊 私立本土确诊的关联性 记者黄英俊 刘志展 总部院长黄立民更认为 病毒现在已经越过了国门 一月底之前 疫情没爆发 才算是真的守住 一旦病毒进入到了社区 恐怕到时候挡也挡不了 陶级清洁员确诊 孩子遭狂烈 由于他就读的中立某国小 校方接获通报后 紧急宣布全校停课一天 同班级学生停课七天 我当然会担心啊 可是因为要工作的关系啊 他家里没人带啊 另外凭诊某高中的学生 也是清洁员的亲戚 学校紧急停课一天 工作人员进入校园大消毒 由于富人确诊 确定是感染Omicron 擴大匡列筛检后 找到搭乘同辆交通车的 两名员工也染疫 另外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也确诊 Omicron因为重播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进入社区之后 造成大规模性的一个传染 那就有可能会 依然有这些重症 跟住院的一个高风险 一是谢中学更认为 从现在起到除夕后两周 台湾恐怕笼罩在随时可能爆发 大规模社区疫情的阴霾之中 去年四月疫情的既视感似乎在出现 如果运气很不好 这些传染都没有被挡住 慢慢酝酿的话 大概一个月之后 是一个很危险的时间点 就那个时候就比较看到 会看到比较多的人被感染 如果我们的防疫措施 没有办法阻断这个传染链的话 专家黄利明也认为一旦 Omicron进入社区 恐怕党也挡不住 但不止本土拉紧报 指挥中心下午再公布 境外移入再度暴增30例 其中22例都是从美国入境 有专家建议近日境外移入 确诊数较多的国家 应该要分散风险分区检疫 例如美国入境 应该要铸同一栋集中检疫 高危险度的这种 有集中Mikron这个国家 在一起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保护不了我们自己 同时呢 还让我们增加感染的机会 那像欧美过来 或者说南非洲过来 这些人 他Mikron这么高的感染率 这样子的话 是要分开搞 这样最好 我是觉得这样应该考虑 台湾疫情再度遭到 内外夹击社区 是否能够守得住 成为一大考验 记者杨诗旭 陈嘉伦台北采访报道 陶基钦杰夫在确诊时 检验出来他的CT值 一开始只有11 代表他的病毒量相当高 指挥中心也马上匡列 他的接触者 总共是有40个人 其中验出了两例阳性 都跟这名妇人 曾经搭乘过 同一班的通勤巴士 而另外一例 则是防疫小黄司机确诊 目前为止 已经累积了4例的本土案例 化学并进入桃圆机场 对P3停车场全面大消毒 连旁边的休息室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一名机场清洁员 突破性感染 40多岁的富人 去年7月29号 接种完第二剂AZ 但2号出现发烧 胃寒咳嗽等症状 3号中午到医院快篩阳性 再做PCR裁检 CT值11 高病毒量 由于富人没有旅游室 指挥中心研判是本土个案 初步进定序也出炉 就是感染Omicron 他是一个机场的一个清洁人员 所以通勤时之后有搭乘同班的 同班的一个通勤的巴士 那在我们昨天晚上也紧急开始召回 防疫的压力现在是大增 陶渊市卫生局匡列富人的家人 及职场接触者 40人裁检 其中同住家人6人一彩阴性 不过有两所学校因此停课 另外有两名女性清洁员 验出阳性 分别是案17238及案17239 兩人CT值都是24 一人无症状 一人则是出现疲惫感 而他们都是与案17230 搭乘同一辆通勤巴士 由于案17230的工作场域 负责打扫批三停车场洗手间 防疫小黄司机也会使用 针对司机扩大匡列裁检 也验出案17240确诊 他曾载过两名境外移入 元旦时曾出现咳嗽症状 CT值28.4 在从社区里面来的相对可能性 比较低一点 因为家人这边也都没有看到有确诊 17230那个桃园 已经做了环境的裁检 到底感染源为何又是谁穿谁 尚待厘清 但国门沦陷 一天出现4例本土个案 又是感染Omicron 恐怕已经进入社区 疫情绷紧神经 陈时中与王必胜 下午也到桃园机场视察 提高这个防疫等级的部分 那有关机场的部分 那么我们是建立指挥中心 在机场设置前进指挥所 桃园市府希望在机场设立前进指挥所 裁检范围扩大 希望能及时堵住疫情破口 记者杨世去陈嘉伦 桃园采访不到 前高雄学长韩国瑜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 举办了新书见面会支持者 挤爆现场 这位大家都说韩国瑜应该要成为 是蓝银新公主 就像是民进党的林毅雄一样 不在乎政治权位 用大公无私的精神 当国民党真正的精神领袖 大安森林公园满满人潮 一位卸任18个月的前高球市长 韩国瑜不靠动员 竟展现惊人支持力 蓝绿天王全傻眼 大家都认为现在的韩国瑜下一步 应该追求这个定位 韩国瑜啊 很多人希望他出来选 那我觉得是小看他了 他应该是一个蓝银的 一个新的公主出来 所以有人讲蓝银 什么领袖都有 就少一个像林毅雄一样的领袖 民进党为什么很多人很怕林毅雄 觉得对他佩服之外 又觉得说 因为他什么都不争 那这样的领袖 其实在蓝银是所欠缺的 那你从来不为自己啊 你为的是这个党 为的是台湾 为的是中华民国 那这样的话 他的那个角色 就变成不一样 不少名嘴建议 要当个团结蓝银的共主 必须大公无私 若计较个人的选举利益 将会掉入民进党陷阱 韩国瑜出来选 我跟你讲 民进党已经穿好好的在等你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最大的角色是 背后刀淫污者 所以他不需要在一个地方去选举 如果到某个地方去选举 民进党就会用所有的黑资料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检调去对付你 千万不可以去选举 一旦去选举 民进党就集中力量去对付你 最后的结果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会被边缘化 大家都在讨论韩国瑜怎么样 然后大家会把他挡这个 挡箭 然后又帮他解释一堆 然后整个的这个选战就失焦了 所以他如果可以帮很多人 站在后面 当他们的守护神 我认为他是最好的角色 他可能在想另外一条 非参政的 就是说不用去选举 但是也有政治影响力的路 他试着想要去开拓这样的一个空间 现在很多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的评论者 但是他本身不参选 韩国瑜重出江湖 很多人期盼他能够成为蓝营的定海神针 用五色精神 团结在野党制衡压霸執政党 这张正敏 李玄 艾三军小组 台北报道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在上个月31号 新开了位在新疆误入目前的展售中心 引发各界关注 因为拜登政府上个月才宣布 要抵制新疆产品陆续由企业卷入争议 像是英特尔以及大陆的山姆山店等等 但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去年曾经多次批评政府施政不力 还骂拜登说那些电动车补助 特斯拉根本没用到 现在马斯克摆明是跟拜登对抗 美国制造业联盟也马上发出声明 谴责马斯克 现在中美对抗又有大企业选边站 恐怕会让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所以你想看车?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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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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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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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鱼软 皮很薄 轻轻一啪就爆开 一点都不行 你说单独吃很鲜 其实我觉得它鲜出的刚刚好 就像师傅的醋饭 我觉得这一个料理是真的很难吃到 我们这一道是非常特别的 它这个是A5的河牛 好漂亮喔 然后处理过程要 料理过程要一天多 为什么 它用低温下去熟成 是 到全熟 这是Well done喔 哦 这是Well done了 这是全熟的牛肉 那为什么还那么粉嫩 为什么吃不饭吃牛的味道 我的意思说 而且是看起来它的颜色是好像是生了 其实它是熟的 然后你会吃得到 它的那个昆布的咸味 跟那个牛肉的甜味 完全是层次是分明的 不会让你很舒服 你才没有想过一个牛排搭配醋酸酸的味道 是这么的合 你有吃过牛排沾醋吗 没有 对对对 这没有用昆布腌制 昆布腌制 昆布腌制外的淡淡的酸味 对对对对 居然能这么合牛这么合 你的女生应该很爱这个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个最后一个Las Ore就是玉子燒 哦 这个玉子燒超级像蜂蜜蛋糕的耶 我小时候都是蜂蜜蛋糕 他这个玉子燒你在寿司店 你只要看到玉子燒就代表结束了 哦 然后怎么那么好吃啊 蜂蜜蛋糕 哈哈哈 这个是很特别 玉子燒是非常特别 它真的里面就是虾子 山药 蛋 清酒 它就像湿湿的很绵密的蜂蜜蛋糕 而且很甜蜜的滋味 我也吃不算有海鲜的味道 但是 我觉得要是没有加上海鲜的话 它的味道不会这么持续这么久 你不要跟我讲一只香就好了 所以日本料理不仅是吃好吃而已 其实它吃的是一个文化的精度 它的历史还有整个环境的感觉 还有师傅 对它的氛围 还有你跟师傅的互动 彼此的温度 还有它的手艺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 来吃日本料理 不要吃太快 不要只吃30分钟太可惜了 我们就上次一个半小时 是 我们今天要配合 我们今天要配合 最重要是你看师傅的手艺 你觉得好像做一个艺术品 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对 全球趋势 可爱的猫熊宝宝 撒起娇来 真的是烦人无法挡 在四川成都的猫熊基地 最近就释出了 小猫熊撒娇的画面 模样相当可爱 网友就说 这猫熊可不是人人都扛得住的 同样趣味的 还有猫熊之间的亲子互动 很多人看了说 真的是太疗愈 成都大猫熊基地 这一幕蒙翻了不少人 小猫熊讨爆 饲养员都难以抵挡 讨爆不断磨蹭 就是不放开 卖萌就是想求关注 接着干脆倒下来 要饲养员不要走 光是一只小猫熊的魅力 就已经名翻众人 两只猫熊卖萌的程度 更是破表 小猫熊贪玩 不断往上爬 只见猫熊妈妈立刻在下方 仰头像是在呼唤她赶紧下来 只见小猫熊也慢慢地往下爬 仿佛听懂妈妈的呼唤 而同样趣味的还有这一对 但猫熊像是跟孩子分不开 不断抱着她 还跟她玩飞高高 两只猫熊一大一小 仿佛缠成一粒棉球 就连小猫熊喝奶的画面 也同样笑翻众人 原本在喝奶的小猫熊 喝得正开心 但可能因为喝太久 猫熊妈妈不耐烦 她突然一个转身 不想理妈妈了 猫熊母资料一度陷入尴尬 最后小猫熊又在 扑向猫熊妈妈的怀里 不过同样是讨吃 这只猫熊妈妈是不让步 只见猫熊妈妈 死命握住手中的苹果 说什么也不给孩子吃 有趣的模样 透过节目放送 也成为冲高收视的亮点 这里新年配于北京采访报道 仓鼠居然会发光 在大陆陕西这么一只宠物仓鼠 您看到没错 真的在发光 体内不但闪烁的蓝光跟红光 被网友笑说 这只仓鼠想当DJ吧 还有人笑说 这是活生生的滑鼠 为何会发光呢 原来是这只仓鼠 误持了彩灯 导致灯光透过它的腮帮子发光 最后是靠着主人用棉花棒 把彩灯从它的嘴巴里面 慢慢地给取出来 日本横滨八景岛海上乐园 给受欢迎的海狮 以上新年的特别任务 那就是请它写毛笔字 来看到海狮如何写毛笔字呢 当然是用嘴巴咬着超大的毛笔 它左晃着又晃着巨大的身体 然后开始一笔一笔地慢慢书写 终于写下了今年代表的虎年甘枝的银字 虽然是有些歪七扭八蛋看得出来 这只海狮真的是很卖力 这可是它练习三个月后的成果呢 迎接2022的中东新年 开始这边下起了大雪 沙烏地阿拉伯的民众 在白雪当中又唱又跳 就这样子展开他们新的一年 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欣赏 我是简直好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拜拜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 Russia 沙烏地阿拉伯 email 沙烏地阿拉伯 快去 好 沙烏地阿拉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